手上拿著資料快步走進解剖室 他們想知道原因到底出在哪 桃園一名八歲女童 上個月二十四號施打第二劑BNT疫苗 没想到三天后发烧身体不舒服 将人帮她起假没去上课 不料九点多时发现 女童已经失去意识紧紧送医 警官使用叶克膜抢救 但在二十九号还是宣告不治 四号上午进行解剖 又退烧了 就在礼拜一上个礼拜一就造成 马上的那种薪金 心肌梗塞的意识 马上心脏停止 所以就往生了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还是很不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死因 为什么打一个BNT 会马上像心脏来做停止 家人不敢置信 家中唯一的宝贝女儿 没什么慢性病 打第一劑的时候只有手臂痛 却在打完第二剂疫苗 隔几天就突然不治 家属说初步相验 法医没有看出什么异状 检方将采集相关检体化验 并且调阅女童过去的就疫记录 子疑是否与疫苗有关 还得等检破报告出路 才能釐清 家属强忍悲痛 只盼早日得到结果 TVN新闻林志伟桃源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